从顶级国家军事机密 到以亿万美元为单位结算的国际金融贸易 从浏览网页远程工作 到大型国际视频会议 人类的主要活动都已离不开数据传输 而全球大约93%的数据 都是经过500多条 总计130万公里的海底光缆 环绕地球进行传输 可以说每条海运航线的下面 都铺设了超高速传输的数据光缆 公海的海底如同人际罕至的荒漠 无人看守 一旦有人恶意破坏几条海底光缆 就可能令全球陷入慌乱 甚至瞬间改变一场战争的结局 在台湾的情况下 他们可以施了很多的交流 也有很多达证设计划 实际上的一场战争 璧first会在法国那域 全球阶轟扩右航线 帖国其在是 extreme兩者 證划 corre Hadhrase 合定�쉽 新闻 和国际世界 战略研究协会主席科普利表示,攻击海底光纜的形式有很多,最直接的办法是潜到海底进行破坏,但很容易被发现并被修复,因此攻击的效率并不高。 而黑客攻击则难以防范,不仅可以窃取光纜传输的数据,更能切断光纜的通讯连接,造成实打实的硬伤。 除了海底光纜,太空中的卫星也是人类数据传输的重要工具,但那里也同样面临着中共的威胁。 由美国制造的GPS系统使用31颗人造卫星,为全球几乎所有地区提供精确的定位、测速和时间校对功能,免费实时的为全球军用、民用设施, 提供最准确的时间,直接关系到地球上的每个人。 然而今年1月,中共的实践21号卫星,把地球轨道上一颗失效的北斗2号卫星,送到了更高的坟长轨道, 证实中共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,第二个具有捕获卫星能力的政权。 如果中共滥用这一技术,恶意破坏GPS卫星,将给全球带来灾难。 目前美国正在完善更先进的内部定位系统,并拥有1960年代的恒星导航系统,即使GPS受到攻击,也不会影响美国的军事行动。 但全球的供电供水系统都将遭到破坏,全球民众都会面临灾难性的后果。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任浩,美国纽约采访报道。